据《每日邮报》6月19日报道,一对中国夫妇在泰国做生意期间,丈夫欠下巨款,为了继承妻子名下的财产,而将怀孕的妻子推下悬崖。 目前她因谋杀被捕。 这名丈夫姓于,其妻子名叫王楠,姨毅,今年32岁,已怀孕三个月。 这对夫妇来自中国江苏省,在泰国做生意,事发之时,他们正在以岩石形成文明的公园游玩。 6月9日,王楠在乌邦拉查塔尼省的SATEN国家公园从34米的悬崖坠落,左大腿、手臂、左骨和膝盖多处骨折。 但保住了肚子里的孩子,王楠一开始告诉警察,他自己是意外昏倒后,从悬崖上摔了下来。 然而,据泰国警方称,该事件并不是意外事件。 警察局的查亲伊纳拉说,他们发现余某很可疑,因为当救援人员在坠落现场救他的妻子时,他站在离现场很远的地方。 翻译也说,他偷听到王楠,在医院对其丈夫说,你为什么这样对我? 经过调查,王楠最终提供了一套新的说辞。 他说是他33岁的丈夫于,故意将他推下悬崖,因为他想继承他2000多万财产,以此来偿还巨额战物。 报道,这位妇女后来告诉警察,他不能早点讲述自己的故事,是因为他接受治疗时,他的丈夫一直在他身边。 所以他不敢说出事实。 王楠说,他的丈夫威胁他,如果他告诉警方实情,他就杀了他。 星期一,于来探望妻子时,警方在慕昂区萨法西普拉松医院逮捕了他。 因麦拉警官说,这对夫妇的所有财产,都属于王楠。 而于来自一个贫穷的家庭,后来他击欠了一大笔债,请王帮他付清,但他只同意付一半。 于是,他才想出了这一招。 在进一步的调查中,警方目前正在寻求法院批准延长于的拘留期。 据报道,他否认了谋杀未遂。 中国人爵士不太远胜,不太远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